晚安 欢迎一块来Volk全球新闻 我是张静玲 一开始要订来关注的是 斯里兰卡面临自1948年独立以来 最大的经济衰退还引爆了民生危机 抗疫民众是试图闯入总统的住宅 而总统也宣布全国是进入紧急状态 来实施36小时的宵禁 斯里兰卡的通膨率已经将近18% 已经连续第五个月创下了历史新高了 而油价也随之飙涨 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92% 而主要的兰料柴油短缺引发明月 库存耗尽也让全国的加油站都没有办法加油 也导致公共敲通因此瘫痪了 而缺油更导致火力发电无法运作 也让当地陷入了严重的缺电危机 所以政府只好宣布 每天是强制停电13个小时 现在就连进行手术的医疗用品 麻醉剂以及药物也出现了短缺 所以医院只能够停止来进行一般手术 一连串的问题彻底引爆民众怒火上街抗议 当局还因此封锁了社群媒体 而现在为了要平时众怒 最新宣布是除了总统以及总理以外 其余26名的内阁部长全部请辞 催泪瓦斯发射伴随民众的尖叫声 斯里兰卡中部城镇帕拉德尼亚 愤怒的大学生和警方发生冲突 警方甚至动用强力水柱都无法驱散群众 年轻人难掩心中怒火 因为斯里兰卡正遭受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是该国自1948年脱离英国以来最艰困的经济衰退 这场抗争在本周濒临失控 斯里兰卡总统拉甲帕克萨 宣布全国进入警惕状态 2号晚间6点开始实施36小时宵禁 准许军方拘留任何违规上街头的民众 并将这一切乱象推给是反对派在煽动人群 傍晚6点后街道空荡荡 但这恐怕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斯里兰卡政府3号宣布封锁社群平台 包括脸书Twitter IG和WhatsApp都禁止使用 却无法阻止民众继续走上街头示威 执政党3号宣布除了总统与总理之外 内阁所有26名部长全部辞职 斯里兰卡2013年加入中国一带一路 大量基础建设却成为无法帮政府增加税收的文字馆 最后只好将港口控制权转让给中国抵债 除了债务危机 2019年开始新冠疫情爆发 加上近期的乌俄战争 让国内粮食难民问题加剧 没有足够的外汇支付燃料费用 境内平均每天停电10小时以上 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的加油站 平均要排队两个小时才有可能加到油 而且每辆车限购20公升 可伦坡的垃圾清运 因为垃圾车无油可加而暂停 路边到处都是堆积已久的废弃物抽气冲天 哪天汽油运到了 市容才有望恢复 面包店架上美味的糕点 现在是稀有商品 因为货车没有可加导致大量原物料运输中断 粮食价格上涨 牛奶面粉大缺货 连天然气也面临短缺 估计全国至少一千家面包店被迫关闭 持续一个多月的乌俄战争 也让斯里兰卡备受打击 俄罗斯是斯里兰卡茶叶的最大买家 一年进口量达1.4亿美金 而在战争之前乌俄两国的游客 也是斯里兰卡观光收入大宗 今年二月开始逐渐摆脱疫情阴霾 却是和乌俄战争无缝接轨 斯里兰卡目前已经向印度 中国大陆和国际货币基因组织求助 但即便进行债务重组 要脱离湖海不是弹指之间就能解决 未来数年之内 斯里兰卡的财政危机 将是不断冲击的恶性循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